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平,Shalom 参考经文 它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和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以夫所书二章十四节 和平的希伯来原文是Shalom 这个字的意思内涵丰富 远不止无争议、无战争、无冲突、无压力或无敌意 它指所有受造的人和物都全然兴盛 就像生命原本应有的样式 在犯罪堕落之前 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享受和平、Shalom的生活 他们在树荫下安然与神同行 他们全然享受彼此相伴 他们手所做的工和居住的世界都是美好无瑕的 作为信徒 借着耶稣的牺牲 我们已经与神和好 现今我们能够至少尝到些许 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的生活 同样 无论在教会内外 我们也可以瞥见我们所盼望的在神面前才有的平安 这种平安有时我们能深深畅饮 有时却只是略略浅尝 然而它却是始终都临在的 我们也领受了一份差遣 就是引领他人再次经历这种平安 其中一个可行的方式就是扪心自问 我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其他人 活得更加在地如天呢 在今天 你能想到一个让别人的生命经历平安的途径吗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 借着耶稣我们能够与你和好 你又带领我们与人和睦 我们感谢你 求你帮助我们 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中 做一个和平的使者 奉耶稣名祈求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